所以我看到這本經 前台灣的比丘比丘尼 全世界的比丘比丘尼 沒有像我一個人這樣子 推崇高王冠世音經的 沒有 所有的同盟 從高王冠世音經裡面 得到的 每個人念滿一千遍的 得到感應的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啊 那個新加坡啊 張儀建議裡面的死囚犯 那是死囚犯耶 他們犯了很大的罪耶 是死囚犯 因為念這一本高王冠世音經 皈依了以後 念高王冠世音經 每個人在他們被 這個 那個是 是 吊死 被 新加坡的監獄是吊死的 死囚犯都是吊死 吊死以後所燒出來的 全部通通都結蛇利子 只要是 這是真佛中的弟子 全部都結蛇利子 這是當年最轟動的 張儀建議 真佛中的弟子 死囚犯 全部通通都結蛇利子的一個故事 有這一本這個記載 有能夠有這樣子的 死囚犯都可以結蛇利子